2021年1月9日星期六 是紐約時間的凌晨五點鐘 是宏哥華時間的半夜兩點鐘 打一打一位朋友的新聞 他說這隻中遠海法 大概是可以去到什麼價位 意思是升到什麼價位吧 中遠海法是No.266 是1.53日 上一天1月8日的收市價在香港 市值是350億元 波動的幅度是β值1.25 即是大市升100點 它升125點 大市跌100點它跌125點 就比較波動多一點 沒有市盈率 每高盈利都在虧錢 所以來說 基本性的分析就是一般 近來的股價都是由1.49到1.59之間 一年內的波幅就是由7.1到1.59 近來是比較高位 跟這個版面上的資料就這樣說 但如果看螢光幕 看看它的走勢 五年走勢在面前 以前基本上只有7.5元 然後Blingbom跌了下去 這些叫微型股 跌到7.5元 這幾年 19年開始都是7.5元 最近才是由低位反彈 看看它幾次開始反彈了 你看到吧 它由7.8回子的時候 就是10月份的時候 升到現在 216 升到剛剛差不多 即將近一倍 即在這兩個月裏面 朋友就問 還會升幾多 這是它的問題 就是它所想知道的 我們看看 六個月的圖 那它這隻股票的升幅 其實都是比較穩健的 它不是斜線直升上去 你看看我的虛線位 我現在放一些虛線在這裏 你看到這一層 虛線度 告訴大家 它都是有一段時間 在這個位置 我叫做 徘徊 打等 就是1.1到1.3之間 都是增持了 11月的中旬 到12月底 都成個幾月 所以現在才突然上去的話 它是有支持的 即是它有些實力升上去 那這一層升上去 它是升得比較上 是都幾穩固 但是剛剛上去的交易日 它是高開 而是回軟收的 高開回軟收 高開回軟收 這個又要小心一點 看看五天 這個是五天的市況 看回8號的時候 就在這裏 高開 然後就是低收 它又不是說 斜落地打橫走 所以 個人覺得它是站得住 一個無三的位置 站得住 換句話說 它是還有機會再上 好了 還有機會再上 然後再上幾多呢 再看回這個 一年的圖 在上一次它升幅的時候 大概是八號指 或者是在高位 就八號九 即是接近九號指 八號九 八號九升上去過三 即九號升上去過三 升了四號 升了差不多 也有40% 即是上一個升幅 升了40% 這一層的升幅 可不可以再升40%呢 你先當它又升40% 即是說 當是由這個高位 一個三毛三的高位 升40% 一個三毛三乘1.4 你計一計的時候 就可以先猜一下 大概去到多少 按一下 一個四號三乘1.4 那就是升到兩元 就是升40% 但是呢 就是很多東西 我們不可以賺到盡 都要打個折頭 上一次升40% 45% 今次可能不可以 升35% 這樣 你打個折頭 的時候呢 你今次 大概可以有過八 過八 而一個五毛三的話 一個五毛三 和過八 1.53 減過八 再除回1.53 之後保守估計 這隻股票 應該還有15%到17% 保守估計的升幅 但是是否直升上去呢 沒有東西直升的 要升下 或者是橫向一兩日 然後再升 總之 它仍然向上的機會 是大於向下 這個世界沒有絕對 但是我講機會 仍然向上的機會 大於向下 而它仍然向上 保守估計 還有大概是15%到17% 在現時1.53 這個價位 因應大市各方面 都是同步升的時候 它就會有這個表現 當然啦 如果世界局勢轉變了 大市是回調的時候 當然它的升幅就會不同了 至於大市的恒生之數 或者美國股市 其他世界股市的局勢 是否仍然向上呢 這就是另外分析的 就是看星期尾 例如明天我會推出 詳細的大市分析 只要大市仍然向好 正華的分析 對於中遠海法 是正確的 是正確的 但如果大市 掉頭回落的時候 對不起 就重新審視了 所以股票這件事就是這樣 看好dynamic 千變萬萬化 變成了 每天或每個星期都要更新 不可以一本通書看到老 誰不投資的基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這就是中遠海法 如果是幫到大家的話 或者覺得有用 就幫忙轉發 或者是請朋友加入 subscribe 我patreon 還有就是 我的微基金 已經是 變為 不用赤本 我還可以預備 有錢賺 下週 農曆年前應該 是可以賺多十幾個百分 這個我估計 就是之前說的 是做得到了 既然Eric也做得到的時候 希望朋友們 可以介紹一些會員 進來patreon 然後 讓我可以多些人捐贈 可以買多些教科的材料 即是教學材料 給小學 這樣說 新年流流 大家開心 教學材料 多謝大家